每一班次的人不一定 差不多都是 差不多四五十個人吧 因為我們都是 比方我們是 我是43K開卡拉斯 我們那卡拉斯好幾百人 有美國人 也有英國人 也有法國人 因為什麼 因為英國 法國 他們也在美國訓練 因為法國已經是 已經被德國人佔領了 英國的話也打得很慘 被德國打得很慘 也沒辦法訓練 所以它這個飛行員 通盟國的飛行員 都是集中在美國訓練 集中在美國訓練 你們總共訓練多少時間 我們這樣子 我們是分初級班 中級班 高級班 高級班 高級班以後呢 部隊訓練 部隊訓練 我們是 這個是 初級班 中級班 高級班的話 一共大概是八個月 八個月 以後呢 有三個月的部隊訓練 三個部隊訓練 所以這個部隊訓練的話 就是實戰作業 就是真正的 我們這個 開始是 駕駛這個 所謂這個 鯊魚式的那個飛機 那個大嘴那個飛機 開始是真正的飛機 真正是偷彈 機關槍 這樣打 所以你們在美國 受訓的時候 是跟其他所有同盟國的 飛行員一起受訓 一起 那這個在裝備上 都是由美軍提供 完全美國同盟 吃飯 所以我們的薪水 也是美國發的 那都疑似同盟了 對 疑似同盟 英國一樣的 方一樣的 一樣的